中央民国113年5月3号星期五 我最近看了一个笑话 因为又到了周末 一定要讲一个 就是那天有个很好笑 其实你那么发觉 现在那个YouTube的短影片 快要赢过那个 应该还差一点 就很多抖音或小红书 但是我一定会看 因为我觉得太好笑 他会讲说 有个老师啊 国中师啊 就说4月17号 然后就问了说 老师今天什么日子 今天什么日子 结果那个 老师说 今天什么日子 没有啊 情人节已经过了 白色情人节过了 黑色情人节过了 他说老师 你不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吗 结果老师说 正不晓得 因为老师是那个男的 很帅一个男生 然后教理科的 然后就讲说 今天是我们签订 马关条约 第几周年的日子 结果老师就说 最好笑的是老师说 太好笑了 马关条约 所以我想到今天 我不能讲 五三是什么节嘛 因为我们才刚过了快乐的 五一劳动节 所以我们希望永远不要有 五三这种节发生 但是签订马关条约 这个太好笑 我觉得那小女生实在是太可爱了 而且那老师笑到 魔性的笑声 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 真的 我觉得有些影片真的太长了 我不是说我们直播 就是说中间大家可以跳去看一下 加短影片 真的超好笑 我觉得为什么那么多有搞笑的人呢 为我们的生活带来这么多有趣的 有趣的画面 好 那今天呢 待会呢 我要跟大家讲个就是说 这几天我们不是都有在说吃燕窝的故事吗 不要忘了那句 每个人的一生都值得吃一次 好燕窝 在下一个礼拜的这个时候 应该就是母亲节前夕了 你们有没有准备好 像我就直接讲了 比方说大家就会讲说 我们我之前跟范有讨论过 就是你要出其不意的送一些妈妈 想不到想不到也用不到的东西 好 然后你自己觉得很好笑 至如马关条约才用到东西 还是说你应该觉得 这个礼物送出去是无法转送 而且绝对不会被拒绝东西 我跟你讲这就燕窝 好 那我们的美女好朋友静美 他们这一次呢 推出的这个军燕燕窝 是可以直接喝了 还有越南龙鸭展冰糖燕窝 这个呢是讲很多嘛 大家有没有买来喝喝看了 我是希望就是说 每个人真的一生中 真的值得喝一次燕窝 其实你干脆就不要出国玩 然后呢 让自己美一点 然后让妈妈开心一点 这个的确是 燕窝自古以来 我记得我那个中医啊 老中医很老的中医 在90岁楼 还在职业 其实他没有职业啦 当然不是说你要照三餐吃 可是有时候你一个礼拜吃个两三次 我觉得是很不错的 他不管是唾液酸 或者是他里面含有的微量的元素 那个都不是一般食物找得到 你只要知道 辛苦的燕妈妈们 他做了这个这么坚固的 可以帮小宝宝富裕 长大再飞出来 那你就知道这个东西应该是很好的 我们的这个燕棚 燕展 大家不要担心 他是 小燕子长大了 才会把那个燕窝拿出来 也就是说他们已经 不再需要这个摇篮了 才会把那个拿出来 然后再去毛 然后是人工挑 然后水洗 这个不是一般的去什么用药水发泡 然后因为你自己不知道的话 你就不知道他怎么做成的 所以一分钱一分货 大家可以打电话 如果你想要在今年的母亲节 送一个妈妈非常喜欢 而且会有surprise的礼品 大家可以买一次 妈妈一生值得吃一次好燕窝 打到02-2362-1968 02-2500-5566 好就买一年份了 反正我们一年也就这么一次最优惠的 好 待会呢 我们就要用叮当这首歌 还是猜不透的人 隆重的欢迎 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 猜到是谁了吗 好 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呢 也就是说 不知道他五一劳动节呢 大家有没有发觉 这一次五一劳动节 很多人真的有在欢度这个节日 而且真的都去看电影 所以对我们这本作排行榜是否发生了影响呢 欢迎地表最模范的电影劳工达人代表迪亚 你五一你有没有觉得这次被讨论的很广泛 呃是还好可是我个人觉得那可能我个人那可能我的这个 你就不是劳工 不是不是我是劳工但是呢我可能去看的电影跟大家不太一样 哦我去的那一厅呢大概也是十个人不到 哎呦对 可是那个硬厅硬厅里面设备蛮好 萤幕很大座位也不少 那你看了就应该不是应该是比较艺术的咯 而是说只要你不讲英语不管你多么的商业 你都没有办法排到很多的戏院 可是可是东南亚不讲英语我们就是爱啊 也没有不一定哦 你看你去拿东南亚那个不讲英语的片子 跟大部分都在讲英语的那个地方出的片子 比较一下看每年卖做很大卖的比例有多少 你就知道台湾人还是这样 还是这样子 来来来来台大去去去去美国 现在还是继续去美国啊 好来 版主票房排行榜 第十名致命危机 然后这个是珍妮弗哈德森 蜜拉乔娃维奇 还有阿凡达男主角 山姆沃辛顿等大卡斯主演的一个惊悚的影片 在排行榜上面已经好几个礼拜了 然后蛮厉害的是他还一直称在第十名 第九名这个就是工程身退型 那因为呢接着下来我再猜 可能影音平台也快要出了 那是在台湾已经迈破一亿的韩国电影破幕 那这个片子呢 大概是近期在台湾反映最好的一部韩国片 所以应该说 它的题材一定是有打动很多的台湾观众 那就是我们国片的工作者可以来研究一下 到底面什么地方是奏效的 我们下次来考虑一下 看看有没有机会把类似这个样子的东西 拍成一个我们台湾本土的电影 应该我觉得也会蛮有话题 所以他影音平台要演了 我在猜啦应该是 诶这就应该讲说可能也不是 应该会先是我们台湾的那些 打电话的那几家 对跟他们比较有关心那几家 那因为呢我不觉得说他这么快会去上国际性的平台 所以我觉得可能还是在台湾本土的几个大平台 会比较有机会先上 第八名这个我真的就要说了 我真的很佩服台湾的哈韩族 你们真的就是要逼大家去研究一下韩国的娱乐 这些到底是谁 要不然这个片名我完全念不出来 而且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讲 江泰小西你说的话 那只是我们无知而已 但他们在台湾非常的受欢迎 一定都这样 95%以上韩团都是在台湾一定都很受欢迎 但就是我们这些没有很喜欢 没有很研究的人不知道 因为我们不知道 所以我们不知道他们多么红 对但反过来我们也可以很自豪的说 我们也知道很多很红 你们不知道 这个世界上其他地方很红 但你们就不知道的人是 就是例如 那这个第八名的话 跟我们认识的好像都走了 也不会 我们每年我们还是有很多 新的世界上的有红的东西 我们是认识的 那第八名这个我该怎么念呢 我在猜说他们是应该念什么 是念ASPA吗 ASPA吗 还是ASPA 反正就是ASO ASO World Tour应援厂 反正就是这个AESPA 那我们只能够就用这个英文字母来念 ASPA这个韩国女团 他们的这个音乐会的电影 那这 汉族反正呢 这个东西就是专门主打粉丝 那粉丝的话 大部分都一定会进场捧场的 所以就本周第八名 恭喜他们了 那本周第七名 也是上个礼拜有跟大家介绍过 就是以我们台北市在地 非常有名的一栋凶宅 作为一个故事的发想地 那当然 那个大楼 那个片名 片子里面当然不是直接把他的名字用上去 我稍微改一下 那有在那里踩紧吗 我觉得应该没 不可以这样子 影响房价 不会但那里从来没有被影响到 我跟你说 你讲了以后对不对 那我就想说 我来看一下591 591每个月他有30万笔 30几万笔 但是你会看到排第二的搜索热门 就是这一栋 因为上个礼拜我们就讲过啊 这真的是太绝了 不是啊 因为我们上个礼拜就讲 这也完全不好笑 怎么会这样子 在591上是这么热门 上个礼拜我们不就已经讲了结论了吗 在台北市又便宜 再加上很多人都觉得说 我哪会那么碎会碰到这事情 因为搞不好我八字就扁扁重很多啊 而且他们都会觉得我没有做坏事 所以不会 所以其实我们也不用再提倡迷信 或什么东西的 大家如果真的是行则证做的端的话 你就去住嘛 对不对 你这样子有一点就是说 怎么样 可以去选里长哦 也不用 因为我缺乏服务热忱 不是 他们里长就是说 没有问题的 对啊 真的很多人觉得没有问题啊 不然的话就不会那么多笔啊 他永远 他真的很热很热 永远都很热门 好 有人搬出去就马上有人搬进来 这不叫鬼天下 这个是第七名啊 本周第六名一次在美国票报已经非常出色了 那我个人推论啊 几年之后也许第五集也会出来的 功夫熊猫4 那现在呢 因为就是慢慢的要进入每年最黄金的暑假档期了 那今年暑假档期还是有很多续集会出啊 包括一些很有名的动画也是会有续片 所以呢 大家都希望说 看看是不是有机会跟这个功夫熊猫4一样 在北美也是个大赚一笔哦 那我们就来看 接下来是不是有别的动画也会这么厉害 本周第五名一样啊 那这个是也是全台跟全球各地都卖不错的 哥吉亚与金刚新帝国 那这个是这个系列的怪兽系列的最新的影片 本周的第四名又来了一个动画版 剧场版 呃这个叫做 机动战士钢弹 机动战士钢弹 像这个系列的话呢 这也算是日本很经典的科幻的卡通的系列哦 那所以一定都会有粉丝支持 我个人觉得比较惊人的一件事情是哦 大家如果去翻一下 就是网路上呢 有一些很热心的人会帮大家去这个整理哦 就是所谓的什么台湾饮食日片最卖做排行榜 那当然其实 类似像这种东西都会有一个迷思 就就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如果要说台湾饮食的话 那一定是最近几年的会比较容易名列前吗 因为毕竟票价很高啊 现在如果一张票是350块的话 那当然这个卖很贵了 340 350的话 古早年代一张票可能连个10块20块都不到的时候 那这怎么来比哦 除非说你去比他的观众数或售票数 所以不能比票房 所以很难比的 那如果说按照那一个前十名列出来 你就会发现说 哎奇怪了 怎么日片在台湾最卖座的前十部全部是动画 而且都是在最近十年之内上演的动画 那里面呢 会不会之后还有我们这一部机动战士钢弹 那就看大家要不要继续支持哦 这个是第四年 你刚才讲到以后我会发觉 以后要把他们当时的原始票房 把通膨每年的指数加进去 这个是比较仔细的算是这样子 但问题是现在没有办法吗 那再加上说 如果是好莱坞的影片的话 他们自己是有这个样子的资料 可以去换算 有这样的算法 以后AI就可以了 那但是台湾的话比较不容易去查 因为我们还要去查什么物价指数啊 那一年票价怎么样啊 这个是比较麻烦的 比较不容易啊 那本周的第三名 这个也是韩国的系列 而且哦 它也出到第四集了 我真不敢相信哦 感觉上它好像是最近几年才出来的 在韩国当地 在韩国当地很卖 所以才不会 才会一下子出到第四集了 那这个就是马东石的犯罪都市系列的第四集哦 那这个劳动节假期也能够陪大家 来这一个看一下 它第四集里面又去对付了哪一些新的恶棍哦 那这个是我们本周的第三名 好本周亚军 本周亚军就是我们上次有为大家介绍过的哦 那这个很好玩的是台湾是 呃这个礼拜上片 啊美国比我们还晚哦 所以说美国才会把对我们比美国 不是 但问题是说就是呃有的时候互相互相 因为我们等一下会介绍一部新片是台湾这个礼拜上 那美国早一个礼拜就演的 可是至少我们跟他几乎是没什么时差了你知道 其实现在全球大部分都是这样啊 因为就是说 如果你不全球同步的话 你的平台最后又来了 平台就是有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有一些盗版啊之类的问题 啊全世界各地目前为止比较不敢这一些呃档期的话就是日本比较明显 因为日本的这个市场就他们都是玩自己的 哦 你可以发现说台湾近年近年来的所谓的动画片很大卖 其实就是有点像日本一样 日本三四十年前就是这样的哦就是动画就是比人眼的就开始哦 人眼的片子越来越不卖多越来不卖座动画片越来越卖座越来卖座 然后到某一个年代过了之后动画片就永远都比人眼的片还卖座哦 人眼片子怎么样就是只有动画片的几分之几 我觉得日本少只画从他们动漫那么早开始你就可以知道 就是其实他们 你如果今天派部片子的话你是不是要相关的很多你要搞定人 如果今天是演员是人的话 你起码动漫的话他只是一个创作公司 画不好就重来嘛 不是可是也需要很多人画 是很多人画但是你不觉得 呃画漫画的人他们会比搞定演员搞定经纪人 然后搞定这么多 是来的easy所以我觉得日本好像越来越不管他们的人 还是他们的娱乐方式表现对不对 都不需要太太是有学有类的人类耶 呃我反而觉得不是这个样子 我觉得这东西到最后也是会有很多问题出来啊 不过这不是讨论的重点 重点就是他依然很卖 重点是这个片子在日本什么时候会上我们真的不知道 但台湾现在就在上了想看的大家赶快进场啊 那我们要瞩目的是本周美国上映之后会怎样 因为美国就是整个北美市场 现在是把它当成是今年暑假开跑的第一部大片 就是我们的本周亚军特技玩家 那这个是莱恩格斯林跟艾蜜丽布朗 两位都是有颜值有演技 而且人气也不错的 红星搭档主演的这个电影 那这就是本周的第二名本周的冠军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日本动画片最近几年来在台湾非常的夯 所以呢本周冠军依然是排球少年垃圾场的决战 还以为说我们有早场玩场 还有一场叫垃圾场 很难笑 好谢谢 好来 这个就是呢本周的前十名 那我们呢这个礼拜呢 因为是五一劳动 劳动节虽然不是全民放假 因为我们知道 学生不会放嘛 因为他们不是老公 老师也要上课 我还知道医生也不放耶 医生不可以放假 医生到底要放什么节 医生连过节都不能放假 医生很奇怪 什么节他都不能放耶 他可以就是大家就是排班了啦 所以他们真的蛮辛苦的 我刚才看到我就想说 欸不对啊今天放假 可是某些 我们那边有个很有名的医院 照样排到那个行人 就是已经齐楼都排了 重点为什么 是因为有很多劳工 他们就是放假之后才有空去看病 辛苦了 请保证大家的健康啊 是心里也很苦 所以说呢我们接下来呢 本周的新片是不少 也不知道为什么 看来劳工放假这件事情 还是会吸引很多人 就是如果有空可以走一下戏院 因为这是一个一个人的娱乐 是 你不需要找人 所以鼓励大家看电影吧 对 那我们本周呢 刚好就是有很多种 不一样的题材的片子 可是我个人如果要定掉 本周的主题就叫做蜘蛛 有蜘蛛人吗 第一个 那就是因为 如果是以人来看的话呢 跟蜘蛛人有关系 是蜘蛛人的角色 前后换过好几代 但是呢 很难得的是 我们本周的新片 有两位蜘蛛人的女主角 都有片子 就是第一代的 科斯丁邓斯特 她有新片 刚好打上我们目前最新的 这位辛蒂亚的新片 然后本周还有一部电影 是真的里面在演蜘蛛的事情 所以说呢 你要看跟蜘蛛人有关系的 自然科学切的 还是灾难的 恐怖的 但是呢 比较接近的 太好了 我就知道江泰每一次 我还没讲完 他就一定会讲这些话出来 太好了 以至于造成 我后面都有很多事情 要先提醒大家 先把这些话忘掉 来 我们本周的冠军 第一步 我们当然就是按照年龄 往后排下去 我们这个敬老尊贤 这个我也是觉得蛮感慨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当年看她的时候 她还是个小女 就是真的是女童 克丽丁 克斯丁 克斯丁 邓斯特 对 然后呢 我们从她女童的时候 一路看到现在 她也真的就变妈了 而且是两个小孩的妈 她嫁给的是一个影星 对不对 是 一个男的演员 我快要想起来了 不会 你想不起来 真的 一个字 你不会知道她的名字 不行 一个 杰 修杰克曼 不是 对 所以我就说了 我就说你不会认识她 所以你不用认识自己 那 他们两个夫妻 有一件非常有名的事情 就是 常常都会一直在一起 比如说演电视影集 也会在一起 那演电 我知道 我知道 普希 什么萌 就是他有演那个 犬山 犬山 对不对 已经快要剩一个字 还没出来 对 全三 那我要凑一下 不是 我说名字里面 已经快要剩一个 杰西普莱德 不是啊 你刚刚不是这几个字啊 杰西普莱 蒙 蒙 对 哎呦 真的好厉害哦 好 来 这个就是 好 那不过很好玩的是说 通常 因为我们知道 女方毕竟比男方 还是大牌一些嘛 那所以 我们比较常看得到的就是 克斯因正斯的片子里面 可能杰西普莱德 跑来演个配角 或者是来客串 有点像龙套型的 对不对 杰西普莱德 他也算这几年 蛮受重用的演技派 他毕竟是演技派 他不是属于那种 有名的明星之类的 所以说 常常就是 克斯因正斯的电影里面 他可能来演配角 或者是来客串 这一部片 也有 那这个片子呢 片名很吓人 叫做帝国浩劫 美国内战 听起来 非常的可怕 美国都打内战 大部头的 对 但其实我会 建议大家 就是说 他其实是用一个 蛮特别的角度 去拍美国 如果有照一日 发生内战之后 会怎样 未来的 这个故事 也不是未来 他不是想象的 想象的 但他其实里面 也不是科幻片 他基本上就是 很像是 比如说 好 OK今天 在我们生活的 此时此刻 right now 美国如果内战的话 怎么办 美国曾经发生过 内战 对但那是 一百多年前 那是乱世家人 那个年代 那现在当然是 没有啦 那可是说 如果说 有照一日 发生了 的话 会怎么样 改变人的生活 那我觉得其实 编导是用一个 以小见大的方式 喜剧啊 他不是喜剧 他就是聚焦在 可能主角 就是两三个人 他们的生活 在这件事情 中间 发生什么影响 而且他有一点 公路电影的感觉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 他的角度取材的 蛮好玩 他讲的是一群记者 而且就类似像 战地记者这种 因为美国打内战了 而且他有没有讲 为什么内战 没有 就一开始就告诉你 一直有人都有说 会有内战 对但一开始 就已经告诉你说 我们现在就是 已经开始打了 就是这样子 没讲什么打 没有 因为这也不是重点 重点就在于说 打开战之后 对于人 美国人的生活 有没有造成 一些什么影响 那就是从这几个战地记者 去看这件事情 那他们要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此时此刻最危险 最严重的一个地方是哪里 当然就他们的首都 华盛顿特区 那就是说呢 总统已经躲在白宫里了 可是外面有很多军队 要攻进去 那所以呢 他们就已经算好 就是说呢 也许有可能 这个白宫快要守不住了 守不住的话怎么办 就是我们要赶快去找到总统 来采访 因为搞不好 你采访完他以后 他就被干掉了 所以说呢 我们的主角 克斯丁邓斯的演员 就是一个资深的女战地记者 而且他是摄影记者 那他当然有跟他合作的 这个文字记者 就他们就是 几个人想要开车 通过那个封锁 就是进到白宫里面 去争取美国总统 阵亡之前的最后一次专访 哇这实在好强哦 而且这是本年是大选年耶 好所以说内战 而且还有战地记者 在美国是好好笑 不是好好笑 是很难以想象 很难想象 美国变战地 好像美国的战地记者 应该都在中东 没想到我们在美国国内 或东欧 对不对 他这个特定的是 他演的就是这一个 资深的战地的摄影记者 然后呢 他就跟他这一些伙伴 要进去这个 想办法要冒险进白宫的 这个路上 他又碰到了一个很年轻 大概二十几岁的 刚初出茅庐的小女生 那小女生也是 一直就是拿着 一根拿着相机 一直拍拍拍拍 也是战地记录 他也是想当记者 也是摄影的 而且呢 好巧不巧 这个小女生 他说他心目中 这个战地记者的五项 就是克斯丁邓斯特的这个角色 所以说 在感觉上 在这个过程里面 就克斯丁邓斯特 感觉好像就是一个前辈 拉拔你这个后辈 就比如说 战地记者的工作 是比较危险的 你会常常看到就是 他们两边在交火的时候 这战地记者 你都要跟紧 某一个 某一方的军人 然后你要紧 跟在他们身边 然后他们跑的时候 你要跟着跑 要不然子弹是不长眼睛的 然后所以呢 他就常常这个 耳提面命 这个晚辈 然后甚至于就是 有的时候还要帮他 当心领导师 甚至要救他的命 这样子 那可是呢 慢慢的就是从 这个摄影记者 两个新旧记者的 传承的过程里面 你就可以看到 以前的美国 也许大家觉得歌舞生平 或者是非常的和平 因为两次大战 都没打到他们门徒 对 一变成那一战战场的时候 人性的一些黑暗面 恐怖面就出来了 那你可能必须要 想办法去克服 要不然你更没有办法 再做下去 那甚至于到 最后关键高潮 当然就是 当你已经进到 华盛顿特区 要逼近白宫的时候 那前面呢 我们讲说 有点像公路电影 是因为他们是从纽约 一路开车这样子 要到华盛顿 那中间当然会经过 很多不一样的危机 战区 对 有的时候你当然就是 在这个路上 开得很平静 但是可能开一开 到了某一个加油站 那个加油站 也许就有一些军队在驻守了 那可能那边就会 有一些事情发生 那一路上 中间可能都会 类似的 就是有好几站的波折 或者是中间经过 一些险战环战的状态 食物够不够吃呢 倒还好 这个里面 还是餐厅还开着 里面很妙是说 他们中间有曾经经过 就是某一个 类似像营区的地方 那外来的人走进去 然后大家都还是有餐可以吃 所以基本上食物这一点 在这个电影里面 是不成问题的 所以它不是个问题 那比较大的问题是说呢 你也许碰到了某一些军人 他们的立场跟你不一定一样 所以可能会造成一些危险 然后呢 最后就是到了白宫 这个华山顿特区附近 那这个时候呢 就是片子里面 炮弹最多的时候 那片子最后的十几分钟 就是都发生在 华山顿特区这里 如果大家预期看这个电影 你是想要看到一堆炮弹的话 你可能最后十几分钟 是最满足的时候 真的有打 真的有打 因为没有不可能啊 因为它最后一段 就已经到了华山顿 华山顿就一定是交火的中心 所以外面就已经 一直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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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那个子弹慢 那个一直飞射过来 然后一直逼近到白宫里面 白宫里面 当然也是看到人就开枪 之类的像这样子 你知道美国常常会说 有些电影都是预言 可是最后都会发生 这部最好是不要 真的 你看他没有超多电脑 之前像预言的对不对 现在也都发生了 是那我个人看这部片子 我会觉得是一个很好玩 蛮好玩的啦 就是你会想到说 当然美国内战 你可以用很多不同的方法去拍他 但你没有想到这个片子 会用这样子的手法去拍 轻松啊 也不是轻松 我会觉得反而有一点好玩 因为毕竟他其实更接近的就是 你平常不了解 战地记者的这个生活 那他把它呈现的比较公开给你看 那当然另外一方面的感叹 就是说我们从小的时候 小女童就看他的克斯因等斯特 中间长大的曾经是玉女明星 那现在已经是妈了 所以这个片子里面 你会感觉得到 你从来没看到他这么苍老 背过 毕竟他真的现在也是40岁了 而且本身也真的是小孩子的妈 他也真的就是老了 就觉得说这个女孩子 已经在你的眼前长大了 然后甚至于走到人生的这个部分 不由得也感叹说 那戏外的你也跟着他一起 不由得说我们真的是看着他长大 真的看着他长大 我们也老了 他也老了 好吧 我们再来 我觉得这片子里面是 我觉得这片子里面 有点可能是刻意要去凸显那个感觉 因为毕竟另外一个主角是年轻妹妹嘛 他也许 他也许 实习生 对 所以说可能这两个人之间的差异 要变得比较凸显出来 那我会觉得 本周我们既然这么的蜘蛛 那我们单位可能就是要给蜘蛛了 是的 所以我们呢 呃美国那一战我们就给个3.5只 我们要中间砍一半 我完全不怕蜘蛛 哦是 你是不是你也不怕 我其实也不会很怕蜘蛛 我超不怕的 而且蜘蛛是好的 呃不一定 那比如说呢 那这一只哦 这个片子里面的蜘蛛呢 他就不见得很好 为什么 因为这个蜘蛛有点太大了 那这个片子的瓶子呢 就叫做蜘蛛精 但是他的这个精是精下的精 它不是不是那个成精的精 这个蜘蛛精讲的也很简单 他就是讲说 在纽约的一栋公寓里面 有一个小女生 他因为他的家里其实蛮玩的 他是妈 他跟妈妈还有继父 还有妈妈跟继父生的那个弟弟住在一起 四口 四口 那可是呢 他虽然其实跟继父之间相处没有很差 但仍然觉得必要的时候 还是会觉得有一点隔阂在哦 那所以呢 这个小女生 他就是自己养了一只蜘蛛 那他把那个蜘蛛当宠物 殊不知 你真的不能把蜘蛛当宠物 为什么 因为这个蜘蛛呢 你越养它越大 再加上这个公寓里面有一些奇怪的人 那其中有人就是研究昆虫的 你知道碰到那种研究昆虫的怪科学家 他们就很想做一些DNA的改变 有可能会想要做一些这种东西 那你可能就会导致说 这个东西被你越养越造成危险的伤害 于是呢 到后来呢 你就会发现 诶 怎么感觉好像房客陆陆续续的少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他去仿杀了吧 也没有 那这个片子里面的蜘蛛呢 就不止仿杀而已 比仿杀更严重的事情也都做出来了 可是小女生还是不知道 而且她也没想到说自己 以为的宠物到最后会变得这么可怕 那继父最后还在吗 要去西院里面看 那这次很好玩的是 这是一部澳洲片 但是它的背景是在纽约 好这个片名 蜘蛛精 那以前我们看到的恐怖的蜘蛛片 有可能是蜘蛛很多 那所以呢 造成一种人类的恐惧 那这个片子里面呢 也就是一只 不过它会变得很大 那我们知道说蜘蛛如果变得很大的话 人类搞不好就会变成食物了 蜘蛛变很大是什么 你猜 大蜘蛛 好有默契哦 但是呢 普通的大蜘蛛不会特别的恐怖 但我们这部蜘蛛精里面的大蜘蛛呢 就是蛮恐怖的 是真的被你讲到觉得蛮恐怖 那表示特效就只能做这一只了 没办法做太多只 所以呢 我会觉得这个片子 其实有一点吃电波啦 那就是看大家喜不喜欢这种 有点气氛派的 然后呢 它可能在某一些地方 就是某一些蜘蛛的这个画面 是比较暗的 它没有办法做得太亮 因为可能这跟预算要做这个特效 有点关系 但我会觉得说 它不视为一部算 还算是有一些用心的澳洲的小品 那所以呢 我们给的成绩呢 我们就是给这种比较小品式 鼓励啊 我们就给三只蜘蛛 那里面 它的体型大概超过三只蜘蛛 加起来的大小了 可是它应该是毒素的 因为这种感觉好像还没办法吞噬某些东西 可能是试毒吗 里面的人 那我只能说 好吧 去看去看 请 它的确因为迪亚竟然说 有觉得不失为 一个非常奇特的特效 也不是说奇特特效 而是说里面真的就是 有些画面比我想象的 留的血多一点 哎呦 对 有血的画面 那所以呢 这个是蜘蛛精 那接下来呢 我们当然要讲到 目前最当红的 我们的蜘蛛人 最新系列的女主角 新帝亚的芯片 叫做挑战者 听起来虽然就是这样子 三个字而已 好像不是特别 很特别 大家其实片子里面 在讲的是什么样的挑战呢 他讲的其实是网球选手 而且呢 除了这个网球球场上的挑战之外 也有琴场上的挑战 他演谁 他演的是一个本来前途蛮看好的 也很辣的一个女的网球选手 但是在一次比赛里面受伤 而且受伤了之后 他可能就没有办法再回到球场上 所以他就把他自己的希望跟野心 寄托在别人身上 那还好 他的身边也不止一个追求者 有两个 所以呢 这两个男生里面呢 他要选哪一个 那他就说了 你们两个谁打到最后 打赢另外一个 我就跟他 哇 比武招亲耶 这有没有说比武招亲 比球招 比球 以球 以球会友 是 而且呢 这两个男生呢 本来就是从小一起搭档 就比如说 网球比赛里面都有单打 双打 对 那单打他们就是互相 有可能会互相对到对方 可是双打的话 他们两个就是搭档了 那这两个男生就从小都就是这么亲密的队友跟朋友 又爱上同一个人 然后这个女的呢 还会用这些方法去勾他们 就是本来这两个男的之间还没有什么很大的勾心斗角的问题 现在加了这个女的进来以后呢 这两个男的之间名争案斗就多了 那想办法要赢过对方 然后呢 这个片子里面就其实充满了蛮多性感的元素 那我们当然不能说 对 里面有什么很超尺度 毕竟心地老是当红女星 所以他可能在演出的尺度上面 有比之前的作品再大一些 但不至于到真的全部都放开了 那可是里面的意识是非常非常非常暧昧的 就是这个女的在这个两个男的之间 那两个男的都想跟他在一起 那所以你就会看到他们可能就是会有这个轮流互亲的这一种画面 那这到底是情场好看还是球场好看 都蛮好看 因为他的球场 球场上他也有用一些特别的规格去拍摄 所以你会觉得那个球速真的蛮快的 那情场当然是因为剧情的重点就是 这个女的到底他真的喜欢的是谁 他最后要跟谁在一起 然后呢有一些什么样子的变化 那所以呢中间的这些流动 其实都还蛮有意思的 那除了辛迪亚之外呢 两个男主角当然也都是找最近比较脱颖而出的一些新秀 那其中的一个就是演这一个 比较吊啷啦大辣辣的啊 比较蛮不在乎的啊 这一个男性的网球选手的呢 就是之前大家如果有看过 有一出很有名的影集 叫做王冠的话啊 他曾经演里面年轻时期的查尔斯王子啊 那他也因为演这个年轻时候的查尔斯王子得到了 艾美奖金球奖两大弑地大奖啊 那这位是一个英国的男星叫乔许欧康纳啊 那里面呢 他在里面当然就是 还是喔 虽然就是没有像查尔斯王子造型那么干净整齐啦 但里面还是有一些他那种很轻松蛮不在乎的魅力啊 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演过《西城故事》新版的这一位男主角 那所以他们两个人呢 呃不是男 我说说不是男主角 是里面新版《西城故事》里面演这个男主角的 帮派里面的新帮主的那一位 那这个两男跟一女在一起 那中间的对手戏就蛮有意思的 也有人说这部片子呢 算是辛迪亚今年的演技上的代表性的立作 目标自然是瞄准明年的奥斯卡金像奖 我感觉这个球场这戏比较像为巴黎奥运暖身 你不觉得吗 但其实剧情设定很奇妙 就是为巴黎奥运 对可是问题是说剧情它里面很妙是说这个男主角 就其中一个就是呃这个《西城故事》的这个男星演的这个男主角 他演的角色是后来变成了一个很有名的网球选手 但是在全球各大公开赛都拿过冠军 除了自己家美国没拿过以外 所以说呢这个片子的剧情重点是需要在美网公开赛 是啊那所以说那他们两个打对不对 是很多人看还是只有这个女的观看 重点在于说呢因为这故事很妙的 有点就在于说两个男的里面呢 有一个是后来变成全球名将 那另外一个呢就变成就蛮落魄的啊 就只能够在那种场外的小男比赛打 那可是呢呃成为名将的这个男主角呢 因为他每一次一站上自己家的这个美网公开赛的球场 就开始带衰哦 所以说他变成说在美网的这个成绩一直都没有特别好 那他必须要从外卡这个地方想办法打回这个主要公开赛 所以变成他们两个其实是在美网外卡赛里面的小场地 碰面就那一场决胜负 就在那一场里面要如何决胜负 中间还加上了一对恩怨情仇 我觉得这个编剧搞笑很好笑 就是这个题材很像青春 青春无邪的你知道吗 但是其实他们已经老了 超邪的 不是啊因为这里面要有情欲啊 所以说他们绝对不可能是那种太年轻的人来演 我觉得情欲会影响球赛 那就要看剧情怎么样去解释跟安排 那所以说这个片子呢 我也是会给到3.5只蜘蛛 他的导演其实很有名就是这个以你的名字呼唤我的这一位 意大利的导演 但是这出戏就没有甜茶了 甜茶看起来像网球选手吗 看起来像举得起球派的吗 他依然阴柔 对OK 没有没有要得罪这个甜茶的粉丝 我们只能说甜茶也许比较适合去演这些唯一 你这样讲我很高兴 因为我本来就不喜欢阳光美少男的 干嘛这样子 真的真的好 好那我们来 人生不能够永远都在阴暗的地方好不好 人生也是要有很多 我觉得这次两部的场地都是在美国吗 蜘蛛也是吗 蜘蛛都是耶 全部都是主战场今天都是在美利坚合众国 是那所以我们希望说美国的蜘蛛不要变得太可怕 那希望他们大选顺利 全球都能够顺利是最好 就是大选前不要有这种战地记者到华府 感谢迪亚 感谢迪亚